同样受到疫情冲击的就是龙虾的价格崩跌之后 曾经拍卖价高达美金4.6万的日本松叶线 如今身价暴跌20% 已经来到了台币1000多元 市场预估了鲜虾恐怕是下一个受害者 绵延不断的绿色山脉搭配独特的沙滩海岸 游客在海滩上玩乐 这是日本西部的鸟曲线 但受到疫情影响观光客急剧下降 也导致当地松叶蟹身价暴跌20%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日本三大名蟹之一 松叶蟹 从外表上看它长得很像帝王蟹 新鲜蟹肉切块放入铁锅内 再放入各种的食材菌菇 最后开火熬汤 松叶蟹是日本常用的高档火锅食材 甚至在去年11月创下最高竞标价格的世界纪录 高级的鲜蟹锅品牌 但根据数据显示 如今这高档的松叶蟹 身价确实比平常暴跌了20% 今年2月每公斤价格来到3602日元 相当于是新台币1032元 创下2014年2月以来的最低价 尽管渔夫们尽心捕捞 但由于天宫不作美 遇到暖冬 也间接影响游客对火锅的需求 专家就预估松叶蟹身价 恐怕将会持续下滑 线虾市场也传出是下一个受害者之一 中国大陆是虾的主要进口国 但由于现在无法进口 市场就预估全球虾价 恐怕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压力 东森特地新闻张智安黄富翔综合报道